9月28号星期二 欢迎收看新闻抢先报 我是苏星 吉隆坡沙勒 虽有今天发生一场拆庙误会的冲突 当地的黄老先师慈孝庙后面 原本计划新建一所国中 建校工程必须从神庙旁进入工地 但是该范围已经被神庙围起 今天土地局官员突然杀到 要从庙门进去国中的校地 甚至出动神手 打算拆掉其中一个门来围围墙 这位神庙里士误以为拆庙 双方因此爆发冲突 场面相当火爆 神庙里士也在冲突发生时 透过面子书直播现场情况 画面上可见 现场有数名妇女态度强硬 有人甚至拿出长棍挥舞 全副武装的镇报部队和土地局官员 在一边小心翼翼的靠近 交赖警局主任 穆罕默伊德战助理总监 也亲自到场调解 行动党五级免登国会议员方桂伦 稍后也到场调停 他说神庙后方有一块面积两亩多的学校保留地 建校工程需要使用神庙旁边的路 但是有关保留地却被神庙围起 进而引发这一次的争执 他强调建校工程不会牵涉到拆庙 希望民众不要乱揣测 他也证实现场有三人被警方逮捕调查 而根据沙勒秀黄老先师词校庙理事 唐君武的说法 他们是因为土地局官员 要拆掉其中一个门来围围墙 大家才群起护庙 换个焦点 吉隆坡一名华裔女子遭人性骚扰 报案后却被警方以证据不足 列为没有后续行动 女侍主在网络为自己讨公道 却反被对方提告 她的朋友因此为她发起了 筹募律师费的运动 目前来讲只有一个劳工法令 她有这个专属保护 女性被上司性少了这个专法 但是如果说撇除在这个 不是上司跟下属的这个工作关系的时候呢 那这个法律它就没有这个作用了 陈兆贤希望透过此案 促使政府尽快草拟和落实 保护女性权益的专属法案 贩毒集团我们看得多 接下来这则新闻带您看贩毒家庭 马六甲警方日前倒破的这个贩毒家庭 64岁的老父亲当起大毒销 自主胡须挡 供应毒品给儿子媳妇和身边的亲友 一家老少卖毒赚钱 这项突击行动是在本月25号 在马六甲市和刮拉双溪巴鲁展开 警方首先逮捕了毒销的24岁儿子和21岁儿媳妇 从中抽丝薄茧 揭发毒销供应毒品的内幕 甲州总警长拿督威拉阿督马吉 今天在记者会上披露 毒销是将毒品埋在高脚屋下的泥土里 一旦要出货就把毒品挖出来 活跃一个月后就被警方一网打尽 他说警方在这项行动中一共逮捕了五男一女 包括毒销和家人 并且起货超过22万令吉的冰毒 如佛新山市都南海边是当地年轻人的休闲热点 自从政府放宽线之后开始出现人潮 日前网上也传出有魔多党成员聚集的情况 警方为此展开取缔行动 昨天下午到现场进行盘查 连人带魔多逮捕了82名魔多骑士 新山南景区主任拉雾指出 警方在82名骑士当中也揪出了6名涉嫌细毒的骑士 以及1名涉嫌使用假车牌的骑士 焦点转向吉隆坡 焦赖警方在过去两年展开多达86项扫赌和扫黄行动 如今获得推示庭批准销毁2236件证物 焦赖警区主任摩罕默伊德珊助理总监在现场主持销毁仪式 也亲自拿起铁锤和操作审守销毁赌国机等等 其他准备销毁的物品还包括了赌具、电脑、手机、毛巾和桌椅等等 一名70岁的老妇在上个星期二确诊了新冠肺炎 血氧持续下跌 短短三天内就跌至52% 凤院急救两天最终宣告不治 行动党吴拉港消毒队队长李凯明接受中国报电访时指出 老妇确诊隔天已经无法行走 两天内血氧跌至85% 三天后再跌至52% 之后由李凯明和团队安排 在星期五将他送入沙登医院 李凯明说 老妇入院隔天 医院告知老妇已进入第五阶段 情况不乐观 没想到星期日就病逝了 他借此提醒民众 病人一旦出现缺氧 一定要马上进院 氧气筒也只能让病患紧急使用 并非让病患治疗 镜头转向东马 沙拉越副首长丹斯里詹士马欣亲口证实 他确诊了新冠肺炎 詹士马欣之前已经完成了疫苗接种 他也借此机会提醒民众 要严正看待新冠肺炎 严守防疫SOP 国内病例方面 截至今午12点 国内新增11,332宗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目前全国累计病例为222万526宗 新增最多病例的周数为沙拉越 今天通报2,358宗 接着是柔佛1,319宗 以及重回四位数的雪兰儿 通报1,231宗 另外我国昨天通报258宗死亡病例 过去7天的日军死亡病例为87宗 单日实际死亡病例则是4宗 青少年疫苗接种计划正如火如毒展开 芙蓉中华中学将礼堂设为学生的疫苗接种中心 一连4天为2000名学生接种疫苗 另外开放两天 让其他私立学校的学生大约1000人来接种疫苗 芙蓉中华中学礼堂疫苗接种中心 从9月28号到10月3号开放 首先一连4天先为校内学生接种 之后两天开放给其他14间私立中学 及国际学校学生接种疫苗 该中心所使用的全是辉瑞疫苗 根据校方统计 接近9成的学生将回校接种 校方目前也在积极说服家长 让孩子接种疫苗 一起为回校复课做好准备 为了提高疫苗接种率 行动党双西龙 黄冠城 游游花园支部 以及万宜火箭行动队一连几天 出动到廉价组务区 进行疫苗接种问卷调查 希望从社区内找出还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协助他们尽找施打疫苗 行动党嘉颖市议员关世峰指出 调查队找出的未接种疫苗者 多数以外劳和难民居多 这主要是因为语言不通 他们对疫苗接种的宣导资讯一知半解 也因此错过了接种 另一方面 彭亨文东线首个在旅游区的接种活动 也在今天顺利在梧桐寨也开跑 这项活动中主要采用康希诺单剂疫苗 不少尚未接种疫苗的人 都把握机会到场施打 康希诺单剂疫苗只需要注射一次 接种者在完成接种28天后 将被列为完成接种者 接着来看国际新闻 中国的限电潮席卷20多个省份 近日还出现蜡烛断货 以及手机信号只有2G信号的情况 不但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正常生活 就连各行各业都面临着巨大压力 中国限电潮影响了许多省份 其中东北地区甚至对人民限电 当地居民为了应付停电 开始采购蜡烛备用 令蜡烛需求量倍增 同样面对限电影响的厂家 也恐怕出现捕获慌 此外不少上班族也首当其冲 电流说断就断完全措手不及 有的甚至需要爬上二三十楼 上下班和回家 更糟糕的是 城镇内连交通灯路灯也全面停电 手机信号也只有2G无法上网 现在这个全国反制行业的运营环境 不可想象 形势非常严峻 也是这一次的人员消费强度 和总量双控的政策 居然不可思议的安排在今年的 金九银石万季上演 这就使得整个反制行业 背负巨大压力 如何面对 如何解决 先让我死一会儿 如果明天还能醒过来 我将继续发视频 中国出现缺电潮 英国也面临油罐车司机短缺的问题 英国油罐车司机短缺 严重影响了燃油运输 英国各地许多加油站都闹油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英国政府计划安排驾驶军用卡车的军人 接受特训 前往全国各地驾驶油罐车 让燃油运输重新接轨 国际疫情方面 泰国新冠疫情趋缓 当地政府颁布了开放计划 当中就提到 泰国将会分四个阶段对外开放 重启旅游业 最项计划从10月1号开跑 不同旅游景点将在不同阶段开放 曼谷、巴提亚等九个旅游热点 也将从11月1号开放 完成接种疫苗的旅客将会豁免隔离 除了泰国 日本也将从下个月1号起 放宽入境限制 回国者和入境旅客 在完成接种疫苗的条件下 只需要居家隔离10天 值得注意的是放宽对象是接种完 辉瑞、莫德纳和阿斯利康等疫苗 并且持有接种证明的人 另外 日本政府在星期一晚上 核准了美国药厂研发的新款 中和抗体药用于治疗轻症者 这也是日本继抗体肌维9疗法后 核准的第二种冠病治疗药物 美国在星期一开始施打新冠疫苗加强剂 总统拜登打头炮在白宫带头接种第三剂辉瑞疫苗 希望可以加强民众的信心 疫苗加强剂目前仅限三大族群施打 分别是65岁以上的民众 18岁以上具潜在疾病者 以及工作性质染疫风险高的族群 另外美国纽约州强制医护人员接种新冠疫苗的措施 也在星期一开始生效 拒绝接种的医院员工开始接到解雇信或暂时停职 导致一些医院面临人手不足的窘境 惨障人士同为社会群体的一部分 应当享有与我们一样的就业机会 在印尼一家企业公司从2015年起开始雇佣残疾人士 先是经营咖啡厅 后来将生意扩展到其他行业 包括了洗车中心 新闻的最后带您到印尼 看看这一家佛心的洗车中心 我是苏欣 祝您晚安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